就最近这一年突然间对电影没什么兴趣 就好多故事总结了特别套路 就现在电影就所谓的反转 都看了小兔了 现在的电影已经太强调过于强调反转 搞得特别没劲 我大概是上个月 我看了一大堆的日本的老电影黑白片 那时候就是三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那时候全世界电影都是比较 就整个故事它比较平铺直续 但是它注重细节 反而更有意思 现在是你几乎所有的片子都在强调反转 在给大家听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不仅仅是那些拍电影的人很累 然后看电影的人也觉得特别无聊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这个电影肯定有反转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个电影特别无聊 一旦你开始反转的时候的感情是不能累积的 反转的电影是有个极大威胁是什么的 它破坏了整个电影 延续下来的所有的感情基调 比如说你看那个电影《无双》 前面的故事都不错 但是你反转一下 所有人物性格都不成立了 都可赢了 也就白白浪费了前面的所有的性格 这样为了让大家赢 前面的三个小时都可以 到了后半部就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追求反转了 追求反转了 就必然打破了 就所有人物延续下来的性格 电影不禁明看 看这个情节 而且也看完一点 就是人物的成长 人物怎么让故事走到最后 这个人物如何的 游写重重的打动了我们 在现在的追求反转 追求过头 那就大大的减损了 人物的可信度 电影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是为了反转而存在的话 它就变成了工具人了 这是很糟糕的一个状态 就是所有的人物在电影中 就是一个工具 就是为了随时反转而准备的 他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人 但是为了反转 一夜之间 他就变成坏人了 这会完全就是工具人的需要 资本家为聪明 他已经不在意人的人格了 你可以看到所有提倡反转电影里面 所有的人物都是没有人格的 因为人要是有追求 有人格的话 他不可能轻易的去反转 人都是有信念的 哪怕他这个信念错了 他也可以固执的 把他坚持到底 完成到底 没有必要去反转 像我前天看了一部 古产电影也挺不错的 好像寻找什么 夏洛克还什么 我忘了 就写了一大堆农村老头 然后根据行人指示 就是去破案吧 破一个很鸡毛双皮的案子 那里面没有什么反转 就从头到尾就几个农民一根筋 然后把整个故事讲下来 就自然的人物就变得有趣了 现在就说反转变成信条 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状态 没有必要 顺其自然 反而是最好的 像我们 我早年看了黑灾民那很多电影 用心棒 然后七五四 反转都是不多的 像罗生门 那也不叫反转 那叫嫌疑 因为他所有的 他叫从一开始 我就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 罗生门的故事是 从一开始我就不确定 每个人讲的话是不真实的 他们的性格是怎么样子的 他们的文人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这部电影从拍的开始 他就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 然后到最后他也没有得出一个结论 一切都是可疑的 你要么从开始 所有人物都是可疑的 所有人物都没有确定性格 这个罗生门这部电影的伟大 反而是在这里 他不是为了反转而反转 他是为了不确定而不确定 就所有的人都是不确定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对 平原上下落课 反正就是一群逗逼的 所以我还提倡就是电影呢 这么多年下来 还是应该回归到一根最简单的 直接讲故事的状态 然后老是搞那些很多的幺蛾子 电影本来是可以打动人心的 因为电影它是一个很强力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是影像秘术 它很直观了 它已经本身就很直观了 很强而有力的一件工具 它不像小说 小说你还得去想一下 还得去拼凑 但是电影它本身就是个影像秘术 在这种拥有强大武器的情况下 你还会得去搞这种反转 其实特别没必要的 直接你看到好莱坞的电影 很多时候它根本就没有反转 它就直接轰炸 直接的就是特效轰炸 直接把你炸灯了 老老实实讲故事都好 不香吗 不甜吗 现在是我们中国人是既没钱 又鬼心思多 不然老老实实拍电影 其实有部电影我也不太喜欢 像就是唐人街的那个炭爱 我就一直不喜欢这类的片子 拍了好像第一部第二部我都看过 但实际上这个两个片子都是不怎么成立的片子 反正至少我是不大喜欢这两个片子